您有一条来自国宝的留言 请注意查收 生命若走进边界 帝王也无力于悦 也许制作一辆精美绝世的车马 才能驶向梦想的远方 拥有这辆车 是否意味着不朽 1980年冬天 在灵同秦始皇陵风土的西侧 两圣青铜车马模型先后出土 一号铜车马是历程车 也叫做高车 车鱼 四马 配饰 一样俱全 甚至玉手也被细致刻画 车马以青铜铸造 马身配戴金银装饰的配件 局部施以彩绘 这是迄今为止 中国考古所发现理智最高 形象最完整的古代车马 不计工本地用金属代替真实原形 诉说了始皇帝的勃勃野心 被已死亡 图谋远方 一号车 高152厘米 长225厘米 相当于真车马的一半 尺度令同车马区别于陪葬系统的其他物像 虽然略显微琐 却不减精致 这辆车重量超过一吨 然而它并非凝固的雕塑 而是由三千多个零部件组成的零敏机械 数量庞大 形状各异的零件 挑战了金属铸造与组装的技艺 修长或大体量的构建 采用空心铸造法 宽而薄的则使用铸断结合的工艺 复杂的组件被分解成简单的元件单独制作 再通过活叶 子母扣 销钉或扭环连接合为整体 严密拼接的青铜车马 再现了大琴制造的优良品质 让我们重温一颗充满理想的心 公元前221年 秦王朝建立 自称史皇帝的姻政 意图制造完美的国家制度 设置由中央统一管辖的郡县 书同文 车同轨 修筑通达天下的道路 秦朝高速公路 直道和迟道很快诞生 车轨距离的国家标准也随之出现 秦史皇沿着自己铺设的道路 先后五次驾驭车队寻游疆土 他的生命终止在旅途 曾经最威严的人间遗仗 化作驶入陵墓的悲壮航物 陵墓之下 另一组车马整装待发 静候主人的魂领 帝国尘埋 青铜波石 从未启程的作家 是否真的能够及时 到达远方 国宝留言持续更新 请注意查收